大家好 今集討諸想和大家討論的話題 又是說車經 今次想說的就是 有哪些汽車所謂的Gimmick 可以說是玩味重一點 或者是純粹玩花巧的功能 其實不是太實用 但是汽車廠的選擇加了車道 可能想增加賺的幅度 即是利潤 這些不是我說的 以下講的七個功能 我見到有傳媒整理出來的報導 就是說其實是不太實用的七個功能 除了這七點之外 這篇報導也有提出幾點 其實都頗實用的 有些功能也頗正的 是值得 而且是絕對Appreciate車廠加進去的 今集和大家討論這個話題 如果各位觀眾聽眾 你們對這兩個列表有沒有意見 譬如說你們不同意那些是花巧 不實用 或者你覺得是真的不需要用的 不妨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 因為對於港豬來說 坦白說港豬 買車的要求很簡單 即是腳車 代步 由一點到另一點 所以港豬駕駛的不是什麼美車 是二手日本車 最重要是省油 以及不是太貴 以及耐用 這就是港豬的車的要求 所以以下來說這七點 基本上都不是很關於港豬 試試試一些所謂Gimmick的特色 可能各位觀眾聽眾 你們更加清楚 這些是否真的實用 第一點 Cameras instead of wing mirrors 即是兩邊的側鏡 不做側鏡 而是改為用鏡頭代替 現在有些新的車 車款 他們有一些非常耀眼的功能 聽到我覺得很有型的功能 就是他們用鏡頭代替了 wing mirrors 例如 這裏就說 Audi Sportback Q8 e-tron 這個是第一款 有這個做法 另外後來有Honda E系列 另外就是Hindy的 我真的不懂得讀這個字 IONIQ IONIQ 我真的不知道 大家不要見怪 港豬有些孤魯駕文 這款5系列 都開始陸陸續續 有這些車 用了鏡頭取代了側鏡 即是說 是用鏡頭顯示給你看 究竟兩邊的環境是怎樣 就代替了側鏡 當然生產商當然不會說 純粹因為貪美 貪有型 他們就說 第一 可以減低封鎖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另外 就是他們覺得 看到那個角度 會是好過傳統的鏡 因為用鏡頭 可以看到闊一點的角度 減少死角 所以 這些用鏡頭取代側鏡 是有實際的功效的 不過這些報導 為什麼這個是其中一個 不實用功能 就是首先 有機會壞 可能要弄 另外就有懸光 即有Glare 可能會反光 未必夠reliable 因為像電子 另外就是可能 Image Quality 影像質素 未必真是這麼好的 所以他們就覺得 其實未必真是這麼便宜 是這麼值得去考慮 但有些車廠都選擇了放進去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 這個是一個 無用的新功能 第二樣的類似 就是後鏡 Rear View Mirror 有些廠 開始出了一些 Virtual 的虛擬 即不是用鏡 又是用鏡頭 去幫你捕捉著車的後面的情況 這個報導就是有什麼不好處 首先就是 有時鏡頭會髒了 於是可能 反而看得不清晰 於是 他就說 車如果發覺鏡頭髒 也會提醒你 你又要去洗乾淨 抹乾淨 否則的話 可能也要回傳統的做法 結果 其實也是廢時失事 例如 Postar 4 這輛車 簡直是沒有後槍 所以 因為他後面沒有槍 所以 你只能夠透過數碼化的 鏡頭 去看到後面的環境 雖然車廠就說 這個Digital Rear View Camera 可以提供更加好的視野 但是這個報導就說 他們是不認同的 第三個被形容位 沒有用的新功能 就是BMW 出的Air Console 即是車內的Screen 可以打機 據說有15個遊戲 包括Racing Game Quiz 這些遊戲 希望 讓車上的人 如果車停下來 可能在等人 沒有事做的時候 可以打機消磨時間 簡單說 把遊戲機的功能 放在車內 但實際上是否有用呢 坦白說 我相信很多人 他們在車內 都會帶他們自己的電子產品 例如他們的手機 甚至是平板的小朋友 坐車 長途車 通常都會帶備 一些看書 又或者平板 又或者聽音樂的功能 大家都習慣了 稍閒 打發時間 未必需要打機 實際上這個功能 是不是真的這麼有用呢 是不是很多人 不會看iPad 不會看手機 看影片 那些 不會聽Podcast 不會聽音樂 或者不會看書 反而去打機 港珠 都有點懷疑 這篇報道也是覺得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多人 會選擇 用打機來消磨時間呢 重要 這個功能 BMW 這個功能 只是頭一年 是免費的 之後 就是要有個 每月的月費 或者才可以繼續用到這個 打機功能 我每個月付錢才打機 不如付錢 加入Google 或者Apple 他們手機上的月費 打機計劃 我可以手機打就行 不一定要坐車 開車才能打 是不是更好呢 第四樣 這件事真的挺無聊的 亦都大適合 Tesla 尤其是他的 老闆 Elon Musk 那種形象 就是一些很機密 很無謂的形象 就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的Toy Box 包括 在車上 你有一個功能 就是可以假裝有一個乘客 放屁的聲音 另外就是 你可以做出一些聲音 令到附近的圖人 會聽到 就是你是會 經過那些圖人的時候 你是想 探望他們的 attention 等等 於是做一些聲音 出來 這些當然是無聊 亦都是不知為何 要做這樣的事 另外就是 那輛車可以顯示 地圖 就是你的車 好像一個 在火星上面的 探索器 在火星上面走的情況 這個當然 又是一個 不知道有什麼用的功能 你可以說 FUNNY 但是 ART AND FUNNY 真的是完全 不知道有什麼實際功能 第五樣 這個報導所說的 就是一些 我們叫做 富貴的東西 大富當然是沒有用的東西 如果你買的 盧斯萊斯 我們以前說的 叫做滷死老鼠 裡面很有名的 有一個 價值成44,000英磅的 香檳櫃 這個當然 是貴的 但也有小實用性 至少你坐在裡面 可以喝香檳 但這裡所說 真的沒什麼用的東西 例如 BMW i7 他們有一個 斯華樂世奇 好像這樣翻譯 頭燈 燈 頭燈 竟然是用水晶 但有什麼分別呢 和傳統的東西 其實沒有什麼分別 但是 除了貴之外 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分別 這個當然 我們不覺得 是什麼特別的因素 當然 BMW 包裝到 說到 很漂亮 The future of design Unprecedented light 很棒 這是劃時代的設計 未來的設計 但是 至少我自己 港豬絕對不 我們這些窮的 我當然不會覺得有需要 比顏外錢 是用斯華樂世奇水晶 這個報導 根本上沒有什麼作用 除了威 炫耀之外 是否真的可以 improve the visibility 能見到好一點 相信不是 第六樣 就是旁邊的燈 即是說 你上車下車 你開門 unlock你的車的時候 會射燈出來 這個可以實用的 比如說 在比較暗的環境 你看不清楚 當然 unlock 車的時候 如果射燈 落地下 周圍 令到車的旁邊 都會發光 你看清楚 不會那麼容易 踩水桶 踢到石仔 這些 但是 現在有一些 這些旁邊的燈 純粹是有一個美觀的效果 例如 將你車的品牌的標誌 射到地上 令到你覺得 放肆一些人 不知道在駕駛 名貴品牌的車 這些 當然 又是一些 叫做 沒什麼用的功能 第七點這個都幾常見的 就是那些的轉向燈 即是打方向燈 現在是動態的 即是會動的 在這裡發一下發一下 漸變式 由左掃到右掃到右掃到左 這些 現在越來越多車 是有這個功能 都開始很常見 也不是什麼 叫做 很新穎 很浮誇的東西 但是 有很多車 會有的 實際上是否令到 外面的人和其他駕駛者 更加留意到你的轉向 未必的 不過這件事是越來越多 在車上見不到 不過這件報道 亦都說了三樣 其實算是幾實用的功能 這些就不是 gimmick 第一樣 就是head-up display 即是說 不是傳統上 將資料放在儀錶板上 而是投射了 在駕駛車前面 在視線範圍的高度 令到你不需要經常 要轉變視線的方向 不需要投望 都可以看到 必要資訊 例如速度 這個是非常實用的 尤其是如果大家 經常 要去駕駛高速公路 想知道自己是否超速 其實這也是一個方便的功能 第二就是 加熱了的軚盤和座椅 這個 在英國這些比較冷的地方 當然 冬天駕駛會舒服很多 因為有時 如果你駕駛車 兩隻手 駕駛著軚盤 天氣冷的時候 你都覺得有點寒 手指都有點赤 都需要時間才能打起整輛車 例如剛才撻車 如果太盆本身會加熱的話 你一拿上手 已經是手會暖很多 這個是很實用的功能 最後這個 真的非常非常實用 尤其是當你駕駛的位置 是很緊張的 就是remote parking 現在越來越多車 譬如你要駕駛位 但是可能很難看 或者那個位置很窄 令到你駕駛了之後 很難離開車 或者很難上車 於是怎樣呢 你是可以下車之後 遙控駕駛 去駕駛的 你站在旁邊 看著駛 一路控制駛 怎樣倒退進去 這個是非常之有用的功能 如果 你的停車位很窄 這個功能 是很有需要的 尤其是在多層停車場 周圍有很多柱 很難看清楚 的時候 你離開了車 在車外面看 就會方便很多 這個 我也同意是幾多 幾實用的功能 以上 和各位觀眾聽眾 分享了 這個報導裏面 說的七大沒有用的 兼密的 汽車功能 亦都分享了三個 都真的幾實用的 現在越來越多車友的新功能 不知道各位 又同意上這些 實用和不實用的功能 不妨在下面留言 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多謝你的收看和收聽 記得comment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